五年前 在厦门中山公园西门 有一个夜晚出没的炒肉摊 老板自创一种小吃 叫硬式炒肉 口味独具一格 生意的闲暇 老板爱自弹自唱 吸引大量客人来炒肉摊大卡 当年我们拍了他的纪录片 时隔五年再去拜访 看看他的变化 如今 就在原先摊位的附近 老板开了一家 只在夜晚开门的炒肉店 熟悉老板的人都叫他肉哥 有意思的是 他从未学过厨艺 用什么肉加什么料 全靠自己摸索 氛围还不错 这桌子很嫩 蛮臭 很臭臭的感觉 如今 却没人能复制他做的味道 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父亲投资一个养猪肠 亏损非常大 到印象时候拿不出什么学费 之后我就脱学了 这个肉还不错 喜欢这块好料的 五花 都来 好 五花 这块也包起来 那时候养猪肠 要倒不倒的时候 那时候最痛苦的 养猪肠其实已经快不行了 但每天猪要吃很多东西 猪吃了 我们又没有钱去供应他吃 然后那些猪又太小又卖不掉 实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 就直接把杨猪肠跑了 起码我们这个负债是固定好了 不然不像个无几种 那时候负完债之后 然后来厦门就慢慢还 背负债务 肉哥开始白天卖生猪肉 晚上卖炒肉 2017年 二根拍摄的纪录片 不但给肉哥带来大量客人 也让他找到了爱情 当时看那个片子觉得还蛮励志的 然后就想说来支持一下 他朋友刚好叫我加我微信 可能说下次吃可以提前吻 因为有时候开有时候不开 然后我说刚好就一起加了 然后就郑重我下滑 九月在这边认识的 十二月就领证了 他其实当时他不敢提这个事情 因为他当时还在替他父亲还债嘛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好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开这个口 我觉得钱的事情 他并不是说不可逆的东西 那有一些个性上面的东西 就是很确实是比较难改的 我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在我什么都没有情况下 敢跟我骑这个 然后现在确实如他所愿 现在生活也过得还可以 把路边摊的那一刻起 其实我就已经觉得我的个性确实很适合做点小生意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边像生意的食堂 有一点都可以 生意的食堂 我们会唱歌啊 然后听有故事 很多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 有人在那边求婚 每一张派利德后面都有一张故事 每个人都会记录下他在我们肉店的诡异 那我觉得这个诡异是非常非常珍惜的 我曾经划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望失望 剩掉所有方向